你上次邀請了那個來賓 他答應你了嗎 沒有 我又被拒絕了 來賓好難找喔 歡迎大家來到 青春企劃的通勤日常 我們現在搭上了 是上班的列車 而且今天禮拜一 Blue Monday 出發囉 等一下 我要先做開場 那你開啊 好 歡迎大家來到青春企劃的通勤日常 我是這個單元的企劃應賢 我是玉婷 我是子柔 今天要有一個很沉重的伴 禮拜一還不夠沉重嗎 我最近在做的這個題目呢 叫做 親人離世怎麼辦 喊一口氣怎麼辦 準備好聽我的故事了嗎 非常沉重喔 好 我準備好了 就是我在高三 就是大家可能現在 正經歷要大考的階段 我就是得到一個晴天霹靂的消息 就是我爸就剛好在那時候 就是講不出話來 聲音會沒有聲音這樣 然後我爸就去大醫院做檢查 然後一檢查就哇 一檢查不得了 就直接是肺腺癌 然後第四期 對 反正發信就已經是晚期了 然後剛好發現那時間點 又是正在大考的我 當下真的可以體會到什麼 叫一片空白 就是你不會有任何想法 因為你也來不及難過 你只會想說 欸怎麼辦 怎麼會遇到這種事 然後 反正就是在大考的時候 遇到這件事情 可是我爸就是比較 比較傳統的男生 他就會覺得他自己的事情 不會不要影響到他的兒子 然後他也希望我就是 好好準備我自己的考試 但你當然不可能嘛 你怎麼可能 放下所有的事情 然後專心準備考試 然後因為我爸每天早上 都要喝一杯那些 精力湯啊 或是果子這樣 補充他的能量這樣 所以我就是從我家裡六點 然後就騎著車 今天到醫院 送飯給我爸 然後再去學校唸書 放學之後 就是唸完書再回來醫院 然後看我爸 然後再回家這樣 就是周而復始這樣 大概高三那一段期間 所以選科系上 我就自己給自己的一個限制了 就是我不會去填 北部以外的學校 其實我在國中 國小就是很確立 我想要到台北念大學 然後當下你就覺得 啊 我以前計畫好的事情 全部都打亂了 然後你那時候就會有 有這種這樣的 算是負面情緒 然後我爸非常信 就是吃標百二 一直有在控制 控制到我大學要畢業 然後我就是剛好沒有藥了 他就會沒有辦法 他就只能用最直接的治療方式 可能就是化療 所以我爸會掉髮啊 會精神不好啊 然後你就會看我爸 逐漸衰落的那一面 就是會經歷那個過程 然後我爸最怕的是 因為化療會讓腦袋會短路 就是你可能會沒有辦法認你的親人 對 那我就是我爸不想要這樣子 離開我們 他想要有記憶的離開我 他其實跟醫生說他不想要做化療 他就是想要自然的 結果如果沒有藥就沒有藥 他不想要這麼侵入性的做治療 那反正當下我們是選擇 尊重我爸的意願 對然後因為我們一路走來 也有五六年的時間 所以也覺得我爸跟我媽在這路上 只是走得蠻辛苦的 就是我媽也要 這應該不能剪進去吧 然後你在上面哭成這樣 沒有你就會知道我媽很辛苦 就是 就會知道我媽在這上面 也能做出很多的取捨啊 然後這個狀態真的很長 五六年的時間 那真的不是一般人 一想得到的事情啊 五六年你都會想說 哇我爸會不會明天就突然發生什麼事 你那個心就一直心弦在那裡 你要做什麼事 你都會有一個掛礙 你就會想說啊不行 我爸可能會突然怎麼樣怎麼樣 那時候還會怪我爸說 為什麼你要生病 因為你的生命 讓我不能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當然就放在心裡 他不肯明講 但是你也不要太過於苛責自己 這就是你正常的情緒 特別是就是 他是經歷了這麼長的時間對不對 對 你說五六年 我覺得 他就是很有心理準備 然後很冷靜的在面對這一切 但我覺得我那個時候的狀況 就是我太天真 我的經驗是我阿公阿嬤的過世 阿我是很就是阿公阿嬤帶大家小孩 所以我跟我阿公阿嬤非常非常的親 然後那個時候也是阿公就突然生病 就是狀況 反正就在家裡狀況都很不好 可是那時候我的心態就是我都抱持著很樂觀的心情 我覺得樂觀有好也有壞 壞就是我沒有想到他真的會走 我每天都還是想著說他應該不會走 然後還是想著說我要繼續過我的大學生活 反而沒有去珍惜最後跟他相處的一些時光 他那時候半夜就是會說背很癢 然後有時候也會說什麼他看到什麼現象 就是有點可能接近迷流 然後我阿公就一直說他背很癢 然後我幫他抓背 然後我抓了一兩次兩三次四五次之後 他還是一直說他很癢 後來我那時候就賭氣 我就說 我沒有辦法再抓就是我明天要上課 我也有自己的壓力 我自己的學業 我就說阿公我真的沒有辦法我要睡覺 然後他就還是一直在那邊可能有點哀嚎的 就希望有人去顧他 然後等之後阿公真的過世的那一刹那 就真的是完全腦筋空白 我那個時候的空白不是接受 是我根本就不能接受 我覺得我在逃避 就真的是怎麼話都講不出來 眼淚就一直流 而且最扯的是我阿公走的時候 因為我阿嬤也是有點受到打擊 所以他三個月之後我阿嬤也走了 所以我最喜歡最愛的兩個人 就在一個近期內都離開 然後可是你上學還是要去嘛 阿你活動還是要去嘛 你在外面跟朋友玩的時候 你都沒事 然後都不怎麼樣 可是一回到家 你看到原本會迎接你的人 原本會傳來的什麼 日本演歌的音樂 電視新聞的聲音 都不在的時候 那一刻就會開始狂哭 可是那時候我還沒有學會 怎麼去調適這個心情 所以我那時候真的很幼稚 我每天都去住我朋友家 我就是不想回家 我直接就是搬過去 然後跟我爸媽直接說 我就是住在這裡喔 我覺得離島比較近阿 我不會回去 但其實就是我不想要去面對 那個空蕩蕩的痛苦的家 然後再補充一個 就是他剛剛說 我是有準備的嘛 但其實沒有做好準備的那一天 因為那一天還沒有到來 你永遠不會準備好 雖然我有長達五六年的時間 每天都在想說我爸會不會哪一天 你後面就走 我已經覺得心裡想說 我已經做好我爸會走的準備了 但其實不會的 你永遠不會做好那個準備 因為當下發生的時候 你還是會一片空白 對 好奇今天來賓是什麼 這樣會不會聽了 就非常有感觸 就說再哭一遍 因為我自己本身就是一個愛哭鬼 然後我那時候也一直在想說 天啊我一定會累撒攝影棚 不論是誰來 最後邀請到的來賓是 驗士姬 但是結果我們卻完全看到另外一種 面對難過面對思緒的不同的面貌 因為驗士姬他就說 他本人其實是個超冷靜的人 他遇到什麼事情 他不會有那種大起大落啊 或是大宣洩的那個情緒反應 所以那時候在那個現場 你就會覺得 欸他怎麼講的好像很冷靜 但是我覺得這樣也很好 就是完全是另外一種 不同的面對悲傷的方式 那我們就來聽聽看到怎麼分享吧 今春有點煩我該怎麼辦 哈囉我是柯宣如 面對親緣的離去 真的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雖然理性上都知道生老病死 是必然發生的事情 可是真的面對的時候呢 還是會覺得措手不及 難以接受 甚至會覺得 欸好像自己沒辦法振作起來了 遇到這樣的狀況 該怎麼辦呢 今天我們就邀請到 打造了一座驗士動物園的圖文作家 驗士姬來跟我們聊一聊 哈囉大家好我是驗士姬 哈囉 歡迎你來 你自己是在學生時期 就經歷了爸爸媽媽的離開 對 可以跟我們聊一聊當時的經驗嗎 我媽其實是在我還蠻小的時候 就離大腸癌 職腸癌啦 但後來是在我大四左右的時候 她的那個癌症又復發了 所以就轉移到了肺 變成肺腺癌 然後我就休學回家照顧她 但是她身體狀況實在太差了 所以其實我也沒有照顧很久 媽媽就過世了 在這個過程當中 你會曾經很害怕 真的要面臨到媽媽離開這件事嗎 其實我在媽媽真的重病的時候 我反而沒有害怕 我是在她剛診斷出來的時候 有一段時間是很害怕的 因為就是覺得 就不知道怎麼辦 然後覺得這個好像很嚴重 媽媽可能會離開這樣子 可是反而進入她那個重病的情況之後 是所有的精神心思 都是在應付那個病痛的狀態 因為她的身體就是越來越虛弱 到後來就是變成要在床上喂飯 然後洗澡都無法自理 所以其實要花很多的時間 更新力在這方面上面 那剩下的時間我基本上就是只能休息的 所以其實真的是沒有語意去想那些 太累了 反而是在真的很忙很累的時候 就沒有時間去想啊 那段時間的情緒反而是少的 有的時候甚至還會有一點不耐煩 那講可能不太好 但是我覺得也是人之常情啦 是 你這樣子 你其實也沒有自己的生活 你基本上也是一天二十四小時 都在照顧一個親人 那你不管再怎麼愛他 可是那個終究是會累 然後你也會覺得 我也想要有自己的時間 或者是說我也想要休息 可是當下當然還是會心裡會有一點 罪惡感的想說 啊我怎麼可以有這樣子的想法 媽媽已經很可憐了 然後我還覺得很不耐煩 其實人都是會累的 對啊對啊 不斷的在去面對這樣照顧的心情 其實我覺得有不耐煩是一件 很合理跟正常的事情 那媽媽真的離開之後呢 那個當下是很難過 你除了悲傷落淚之外 其實也沒有其他的想法 可是一方面你是看他病那麼久很痛苦 然後終於離開 也是覺得有一點被他感到鬆口氣啦 脫離痛苦 對因為他幾乎都在咳嗽 然後沒辦法也很難睡 因為你睡一睡就咳嗽 所以其實你又很虛弱 又沒辦法休息 那其實是很煎熬的 是好像很折磨的感覺 對情緒其實是還蠻複雜的一些 也很矛盾啊 所以當這件事情發生後 跟爸爸的狀態怎麼樣啊 後來我就學期開始 我會回去上學嘛 然後下課的時候 有時候就約爸爸吃飯什麼 都覺得還蠻正常 但是不曉得為什麼 反正就是大概我媽媽過世半年左右之後 我爸爸就自殺了 對那至今也是不知道原因 因為他也沒有留什麼移數給我 但是就感覺可能是上偶的打擊太大 再加上他本身公司方面 也有一些問題這樣 嗯 發生當下是很 那情緒很複雜 當然就是悲傷 但是也很大部分是憤怒 因為覺得爸爸也知道 我是賭生女嘛 然後我夜男也過世了 然後所以 等於是說在台灣沒有什麼情人 那我就覺得他明明知道這個狀況 卻還是把我丟下 然後我想說那我接下來是要怎麼活 你怎麼都沒有想到這一些呢 所以那個時候憤怒的情緒比較多 然後有一方面覺得自己很可憐 是啊 因為好像真的是最親的人都不在了 對啊對啊 我那時候其實很希望 常常會很希望 一覺起來就是假的 會有很強烈這種感覺 希望這以前都是一個惡夢 不是真的這樣 所以我常常就是哭著睡著 醒來又繼續哭這樣 啊 真的會很令人心疼 這對你來說是有跡象的嗎 還是 對你來說也是很震驚的一件事 我是很震驚啦 真的是完全沒有想到 真的是完全沒有想到 就像我剛剛講的 因為爸爸意志都很堅強 而且他身心就是還蠻樂觀的 對啊 就感覺起來不是會 有很多憂鬱的事情在 繞在心頭的那種人 那後來所以 事後我又覺得說 我好像對我爸不是很了解 他其實可能也是蠻常會有一些 很悶的時刻可能我沒有察覺到 我覺得他那個時候可能很寂寞吧 或者是說很不知所措 那我既然沒有辦法幫助他 我會比較後悔或者說 自責的地方可能是這個部分 那你都怎麼辦啊 我那時候是 還好是因為我叔叔跟我爸爸非常親 雖然說他長年住在國外 所以他也是立刻就回來 然後後世處理完他也是 立刻買機票就帶我出國這樣子 對就是他覺得不要 先暫時不要留在台灣 因為他 我一個人留在台灣他也不放心 他覺得至少我去他家住 那我叔叔可以就近照顧我 可是因為我後來回台灣之後 一時也是有一點難事 畢竟就是從回來開始 就是自己一個人了 那我要住哪裡啊 或者說我接下來就回去學校上課 那我畢業之後要怎麼辦 其實就是還蠻多彷徨的 而且會一時之間會還蠻 懷疑自己的存在的意義 是 因為會覺得說 像我這樣子 從小就被迫努力的念書 考上好大學 然後忽然間父母親就瞬間 都離開了 你會覺得說 我過去的這所有的努力 到底是為了什麼 就是很空虛 然後我就覺得學校好像 愛去不去好像可以畢業就好 早上可能去學校上課啊 回來就吃吃飯啊 我就開始看電視美劇啊 或者說看那個 看綜藝節目什麼之類的 然後就是會這樣 一直看 看隔夜喔 都不睡覺這樣子 熬夜 然後可能到隔天早上 五六點我再去睡 然後睡一睡可能到中午下午 然後就去學校上課這樣子 這也是你 宣洩心情或表達情緒的一個管道嗎 還是你會透過劇中的情節 盡情的哭一場 哭是一定會哭啦 但我是比較壓抑的人 老實說是這樣 所以我沒有所謂很大 就是很大宣洩 對我來講都是轉移這樣 但在過程當中 你自己會對自己的感受如何啊 會覺得說我好像一定要趕快走出來 或希望自己振作起來這種心情嗎 會啊就是會自我感覺比較不良好啊 那就會覺得自己很頹廢 可是又會覺得那我頹廢又有誰在意呢 其實是還蠻矛盾跟在中間反覆思索的 對就一方面也會覺得 喔好我現在有能力我可以把學員完成 那我應該要去做 可是同時又會覺得 那我就做這件事情 對意義到底在哪裡 所以是什麼讓你還有辦法 在這狀況之下還會去努力的把它做完 我因為我休學關係已經完了一年了 但是大部分同學都已經上研究所了 然後另一方面我會覺得有一點壓力 會覺得好像有點追趕不上 可是好處是要好的同學 剛好是在還是在學校念研究所 可能就在下課之後我們一起去吃飯什麼 就會讓我比較想去學校 對至少有人可以一起 對然後有一些連結的部分 我當時有一個朋友到至今都非常的感謝他 欸我們現在還是朋友了 對就是跟他 他那時候好像已經畢業了 他就知道我每天都在家裡很頹廢 所以他每個禮拜只要有空 他就帶我去河濱公園練摩托車 他覺得不管怎麼樣再頹廢 至少拿到一個機車駕照 未來我想去哪裡都比較方便 喔 所以他就很堅持這件事情 我就是很異性懶散 但是他也不管 反正他就是定時間到來就來 來我家按門路 來敲你家按門啊 然後就帶我去練車 逼我去報考駕照 然後最後把駕照考到這樣子 你覺得當時有考上那個機車駕照 對你自己來說有什麼影響或意義嗎 會覺得喔我還是可以做到某些事情 不然之前可能會覺得上課就是那樣 就是覺得人生很沒有意思 可是當我覺得說喔我可以騎車的時候 覺得欸好像我生活被拓展開來一點 後來有什麼轉折嗎 嗯那種無所事從或是覺得做什麼事情都沒有什麼意義的 終於那個感覺消失 我覺得是在我開始畫畫之後 嗯就是我開始做了厭世動物園這個粉絲專業之後 就是這些動物欸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他們的這個表情反而貼近了很多網友的心 所以大家就開始覺得欸這好像滿有趣的 然後就慢慢慢慢很多人來看 開始有粉絲出現 然後我畫的東西有得到一些回應 然後有人留言給我 或者說轉貼啊什麼的 我沒有想到自己的一種好像有點無心插流 我居然可以跟這麼多人產生共鳴 就是原本人生可能覺得沒有太大的目標或意義 但是現在就是因為創作的關係 逐漸的覺得欸好像我做一些事情是有意義的 嗯就是我的創作可能可以逗一些人笑 然後有些人很喜歡我的創作 那這件事情我覺得是給我還滿大的支柱啦 就是面對可能現在正在經歷這樣子的同學 你有什麼建議嗎 我覺得首先是可以接受自己正在悲傷這件事情 就是沉浸在悲傷或是負能量這件事是很正常的 沒有什麼錯 所以不需要去太過強迫自己說啊我就不能哭 或是說我一定要明天就要振作 其實要多給自己一點時間 那另外就是我覺得能夠找到信任的人情恤是很重要的 可以跟兄弟姐妹親屬或者是說有很要好的朋友 信任的長輩等等的 我覺得找到一個願意聽然後願意關心你好好的陪伴 對又信任的人是很重要的 然後不要去害怕把自己的感受講出來 因為我覺得講出來其實是對你去釐清自己的狀態是有很有幫助的事情 如果你一時間真的完全找不到任何信任的人 有時候就劃下來或寫下來 好像對自己說話也是蠻好的一個方式 蠻多人都會在講走出來這件事情 然後會在想說到底還要多久才能走出來 這個走出來到底會長什麼樣子 你自己在這方面有什麼體驗嗎 你只能夠淡忘啦 就是人家說時間是最好的解藥是有道理的 因為這個情緒它是本來就會存在的 對我們來說是重要的人離開了 那你不可能有一天醒來 我覺得我完全不在意這件事情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對我來講我並不覺得有所謂的走出來 而是說你要如何讓這個傷心的感受 或是痛苦的感受 對你的生活的影響變小 對 所以不是說我們要去否認這個難過的感覺 而是說你怎麼樣接受它 但是不要被它影響 因為我覺得接受是很重要的事情 對 但可能很多人會想說 好 我要來接受它 或是我想要來面對 到底要怎麼樣做才叫做接受呢 其實接受它不是一個一瞬間就做到的一個行為啦 重點是說你在你的生活之中 你要找到讓你快樂的事情 無論是說去跟朋友出去玩 或是說我是做創作嘛 那如果有人喜歡創作我覺得當然也很好 那有些人可能喜歡運動啊什麼的 我覺得這些都是很好的事情 你會在某一個時刻忽然發現說 這件事情沒有讓我這麼難過了 對 或是說某一個瞬間你會覺得 欸我其實還蠻開心的 我的生活過得蠻好的 其實有的時候 面對那個痛苦 其實就是好好的過生活 可是有在某些時刻 他是回頭看 有一天你就會發現 欸對耶 我好像沒有在一天二十四小時 都在想這件事了 發生這事情到現在 也過了一段時間了 你自己在現在這個時間點 在想到這件事情 你覺得那些情緒會不一樣嗎 或回過頭來 在看待 面對爸媽離開 現在的你會怎麼看或怎麼想 我現在的感覺也是蠻矛盾的 就是一方面 當然我生活過得不錯的時候 我當然會很希望可以跟父母親分享 這個開心 我也很想告訴他們說 欸雖然我一個人 但是我也是可以過得很好 那你們不用太擔心 可是同時我也會覺得 就是我現在有創作啊這些種種 如果我父母親如果還在 或許我並不會走上這條路 對啊 所以這就會變成他其實是有一點矛盾的 就是我現在雖然是好的生活 可是我並沒有他們在身邊 可是如果他們還在身邊 我到底會過什麼樣的日子呢 其實我也沒有把握 我會比現在好嗎 還是說 其實是會比現在不好 或是 我會變成一個什麼樣的人 其實都 不知道這樣 面對情緣離去 真的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有的時候會有悲傷 也會有憤怒或自責 但是就如彥世姬說的 先允許自己擁有這些情緒 然後找到適合自己的方法 幫助自己度過 時間有時候就是最好的解藥 今天很謝謝彥世姬 來跟我們分享這麼多 記得訂閱青春發言人的頻道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掰掰